執政以长达12年今年又顺利连任的匈牙利总理奥班 以临过乌克兰战士严峻为由 宣布25日凌晨开始进入新的紧急状态 事实上奥班在2020年新冠肺炎春季大流行期间 就已经下令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这项行政命令原本将在今年5月31日解除 但是奥班却在命令结束前夕 又再次实施新一次的紧急状态 让政府能继续在不受国会制衡下 新式紧急命令统治国家 而他也在全国声明中强调 世界正面临着经济危机 匈牙利不只要保护人民 也要强化军队 但这些话听起来反而让人更担心 这连西亚利民众都认为这项举动难以理解 甚至可能还另有意图 其实匈牙利政府针对新一次紧急命令的发布 已有所铺陈 国会才在24日修改宪法 允许政府在邻国发生战争或人道主义灾难时 能自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扩大执政者权力 而长久以来不断举行示威活动 抗议政府过度专制的匈牙利公民自由联盟 则强烈谴责奥班设法让紧急状态永久化 为自己争取更多时间 限制与剥夺人民的权利 这也让已经经常被欧盟以及北约伙伴 指控滥用权力 破坏匈牙利民主的奥班 再次被怀疑是在利用国家资源 巩固自身权力 淮宇新闻谢仲岳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淮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